能源使用上面我覺得國家隊這場比賽 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規劃球員上場帶來的變化和效果 應該是很明顯的 從中場開始的組織 特別是我們後面位置上面的 那種橫向的風堵、攔截的那裡 比前這場比賽應該都表現得不錯 而且這也是第五輪比賽 我們首先在上半時領先 這也是一個變化 由於我們前鋒隊員在對方的後場 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 他們防守壓力到進攻相對來說就上不來 所以這一點應該說也是國家隊上半場表現相當不錯的地方 當然這裡面特別要提到還是陸副 這位球員應該說 從圈上整體表現來說 他是最棒的 他是最棒的 而且很有責任性 很有很有那種要爭取爭勝的那種欲望特別強烈 但是很遺憾的是在下半時的換人這方面 換人的目的和人員位置的調整方面 確實會達到預想的目的和效果 從換人的判斷 位置 時間 確實還是不夠精緻 人員調整上面 我覺得還是存在問題 所以這件事特別遺憾的問題